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實測 最近還蠻有話題的 這個INTEGRATE的透潤柔光粉筆洞 我的膚質就是混合可以用 我是混合可以改 我比較容易改 今天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產品 然後我們自己使用的心得 然後後面最後就是我們今天整天的實測結果 那我們就 素顏囉 好 那我就要先開始從它的包裝開始介紹啦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轟轟的粉底盒 看起來設計也非常可愛 而且它是LOGO壓印 就非常非常的簡單這樣 那它是做這種旋轉式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旋轉式的就是 比較麻煩還要拿另外一個手來 就是拿蓋子這樣 但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 然後它會附一個這個粉餅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就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已經先試用過一次了 就是那次試用感覺還不錯 要特別跟大家介紹就是它的質地 因為它叫粉底洞 所以它就是一個洞狀的質地 所以就是大家拿到的時候就是 可以先搓搓看 就是裡面就是軟軟的這樣 那它也不是氣墊粉餅 它是介在氣墊粉餅跟粉底液緊緊這樣 就是質地就是比較水比較保濕一點 對 我上妝之前我有做就是妝前保濕 就只是化妝水還有乳液這個動作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就是妝前乳液這樣 對 好 那就讓我開始來試用囉 那我的膚色呢是比較白一點 所以我用的是明亮色 然後剛剛竹竹用的是自然色 那一樣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它觸感好神奇喔 有這種很Q軟的感覺 那我的皮膚呢算是偏白的皮膚 可是呢我的雀斑很明顯 對 所以我挑粉底的時候 然後我通常就是比較在意底妝的遮瑕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遮瑕度 對我的雀斑是不是有很好的遮瑕力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完妝啦 那我們等等就要出門了 對 我們今天要去米人的遮瑩 對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遮瑩會 順便測測看它的實妝度 還有整個妝效怎麼樣 對 好 出門囉 真的真的真的 欸蕭寶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排隊啊 好 對 很長 對 很長 對 哈囉 耶 我們看完電影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講一下 我們剛剛在冷氣房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出來上個廁所換一換 對 大概外面冷了十分鐘左右 對 然後要給大家看一看就是 妝的效果 那就從我先 我覺得我脫妝還好耶 其實它妝的意外的蠻持久 就是 雖然就是有一些 一點出油 對對對 一點點 瑕疵跟那個 的部分 但這是它一開始就 就 我覺得它一開始就需要靠一些遮瑕品輔助 但是我覺得它滿持久的 對 就沒有大脫妝這樣 可能是因為冷氣房吧 等一下再觀察看看 然後妳呢 我的話 好近喔 我覺得我 我還滿明顯的 出油滿明顯的 可能是我本身的膚質就 嗯 比較容易出油 現在 淨碳的話 其實有一點斑 我覺得有一點 對 好像比妳明顯 嗯 就是還滿明顯的 那如果是 以控油效果的話 在我的臉上可能沒有很 沒有很控 沒有很控 我還好嗎 我覺得妳還不錯耶 我覺得妳好像沒什麼出油 妳根本就沒有出油啊 妳根本就沒有出油啊 我就是 我就是鼻頭而已 因為我看起來好亮喔 我看起來這樣子 就是已經開始斑駁了 嗯 不過我是吻合肌偏乾啦 我其實不買乾 我算是偏油 所以說 可能 這一個粉底 可能 如果真的是 比較容易出油的人化 對 沒有這麼 就需要再製造 這樣在皮膚定妝啊 對 可能 不然的話就會像我現在這樣子 亮亮的油 可是竹竹的妝感覺還滿完美的 對 好 反正我們要去吃東西了 好 掰掰 掰掰 我們今天整天有遮探 我們就回來了 powin啊 出色的 大家要給大家看看今天就是 裝飾 到現在 早上吃店買完 employment 大概五點一整天的妝容 就是上個結構到 就是你才好欸 我真的嗎 看一下我覺得我出油蠻嚴重的 可是因為我本來其實皮膚 就比較容易出油 對 所以現在很明顯就是 體脂部位很亮 非常亮 然後就是看起來好像 有點斑駁的感覺 但如果看其他地方的話 好像整體都還在 我要來給大家看看 那我鼻子這裡有一個疤痕 對現在 就有一個傷口這樣子還沒有好 那他今天早上 是有被微微的蓋住的 那經歷了一整天 我們還是吃了很熱熱的麵 然後他就已經 完全就出現了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可能需要補遮瑕嗎 好了 那因為今天就是 這個粉底剛好有 自然色跟明亮色兩個顏色 所以我們兩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就給大家看 自然測試一個色號 對 好 那今天的實測影片就到這邊 那蠟茲也有一些是 彩妝的 是 系列的影片 對 那如果你們有想要看 就是我們 其他的 對 對 系列 或是有什麼 想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沒錯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呢 你就不要忘記訂閱蠟茲的Youtube 按讚 對 還有粉專也按個讚 對 我們的粉專也按個讚 我們的粉專也按個讚 阿迪的粉專 比較有好嗎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